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恩与同路人》的时段 我是Andrew 在近年来说去东南亚旅游一个新兴的地方 我相信柬埔寨大家都不会陌生 也是不少人的选择 不单止生活水平没那么高 所以东西就加年密美 而吴哥屈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每年都有不少人慕名而去的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汤邱培华博士 Therisa 她在2000年那个时代 已经开始去柬埔寨 而且去过很多次 她之所以去了这么多次 原来她是被当地的年轻人所吸引 究竟当地的年轻人有什么吸引 吸引了她去这么多次呢 对于这个曾经受过很长战争有论的国家 她怎样看到她们的前景呢 Therisa今天和我们分享的 是她对柬埔寨在过去十几年里面 一些真实的体会 内容都可能令到大家有激动 或者是有些不安 敬请大家留意 好 事不宜遲 我们就先请Therisa 和我们介绍一下 柬埔寨这个国家 一些的近代历史 对于我来说 柬埔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记忆里面 只是小时候电视上 新闻听到一连串 战乱或者残杀的报告 但是很奇妙的 当我讨告求神 赐给我们一个短孙的工场 来复视贫穷的小孩的时候 柬埔寨就很明显地 放在我眼前面 就是一天蒙神的带领和保守 让我在过去一十年 是从2008年到现在 我经去到柬埔寨这里的地方 有八九千多 梦神的带领的保守 不单止叫到我一个不配的仆人 在点宣的过程里面 所领会和学习 风风足足 平平安安地回来 而且让到我心里面 燃着一个火把 能够将我眼所见的 将我耳所听到的 用一个小小的声音 就是希望可以换成到众人 留着一张神的荣光 传到柬埔寨 一个这么黑暗的国家里面 或者我也都是 就是讲小小柬埔寨 近代的历史 以至到我们是可以明白 他们现在现有的情况 就是在1970年 他们本来是有一个 叫斯汗洛亲王的统领之下 但就是有一位亲美的 一位叫做朗奴将军 他就将这个亲王推翻了 以至到在1970年代 至1975年代的时候 这位斯汗洛亲王 这位王子 他就是乱通一些的越共 回到来 就有一些赤简的军人 来支持他 这些赤简军人 其实就是柬埔寨里面 自己的人民 他们就和这个王子 一起回到来 去到柬埔寨 推翻了这个朗奴将军 他的统治 所以在1975年的4月17号 是一个对于柬埔寨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难忘的日子 因为那时候 这些赤简 他们就带领着一帮军人 进入到金边 在他们的城市里面 然后就叫所有的会众 说我们要 看看还有没有美军的残余 的人在 所以你就用三天的时间 你离开这个地方 以至于我们可以捉住这些美军 但原来就是在那个时间 将所有的居民 是赶到夜外之后 原来就在那些地方 要么就将他们杀死 要么就不准他们回来 去自己的家 本来柬埔寨的人民 一直到1991年 联合国才是插手进入去 所以在整整的30年里面 整个柬埔寨 就是本来一块很肥美 水果很漂亮 人民很安居乐业的地方 就是因为旁边 越南的战争 以至到他们 经历了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灭亡 还有变成是很贫困 所以当我们短孙队 能够有机会 去到金边 一个地方去参观的时候 去探访 那些孙教士就带我们去到 附近有一个叫Killing Field 那个叫罪恶 屠杀罪恶馆 这个地方就是当初 赤锦将很多的人民 赶了出去赤金边的地方之后 在那里挖了很多坑 将那些人物在那里残杀 那我们去到看到 有一棵树 在树上面就写着一个牌 那个牌就说 原来赤锦的军人 就在这棵树干上面 拿着那些嬰子的脚 摔那些嬰子的头颅 击杀了很多的小孩 他们所杀的 不只是大人 是将小孩子 父孺 一拼这样杀 当我们看到这棵树上面 绑着很多 红色和粉红色 一些的丝带 来到纪念 这些被杀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我们看到 原来人心真的可以这么残酷 那我们看一下 究竟这个赤锦 在这三十年里面的战乱 又带来给这些 柬埔寨 另外那三分之二的 所剩余的 能够survive的人民 和他们做出生的孩子 带来一些什么的回应 一些什么的影响 我看到是有三方面的 因为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因为这样灭亡 还在很残杀的境况之下 是被杀的 所以以至能够生存下来 那些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是很肛硬的 所以肛硬 心里面肛硬 是第一样的影响 第二的影响就是 因为将整个社会的制度 是完全崩溃了 所有有知识的分子的人 都被拉去 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杀了的时候 所以再要重建一个国家 是要经历很久的时间 所以国家就很贫穷 也都是在三十年里面 不断的转争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是有多么难来到重建一个国家 第三就是 这一样是令我最心痛的 因为我自己 是一个儿童的前传道 我是很疼小孩 当我看到 原来那些很小的小孩 或者小女孩 他们是被 他们自己的家长 迈到一些初级的记者里面 来到他每一晚 是接八到十个的嫖客 被他们性虐待的时候 是我亲身经历 见到 还有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很难过 所以这三个 就是最大的影响 我就和你们慢慢的 续一点 是看一下这三方面 一些我所经历的故事 第一 就是说我对他心里面很肛硬 每一年 我就带着有十几人的短孙队 去到柬埔寨那里 是做儿童营 和青年领袖训练营的 而在一个儿童营的高潮 就是最后那天 我们会举行毕业礼 举行毕业礼的时候 我们就会特意邀请家长 来去参加这个慶典 藉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希望可以将福音 外展到给家长 让他们都可以是信靠主的 所以在当孩子预备着 他们要的表演 做着dress rehearsal的时候 我们就请所有的家长 去到另外一个房间 我就用简单的福音的讯息 来和他们分享的 我记得有一次 当我和这些家长来说福音的讯息的时候 我想要和他们拉近一些距离 所以我们就沿用了 我看过一本书 也曾经见过这个作者 他本身是一个柬埔寨人来的 他就是在赤简那段时间 亲身经历 他自己看着自己的家里面 爸爸妈妈 兄弟姊妹 他那些侄 全部13个人被活活地埋葬 是杀死的警方 但是他是幸运的一个 虽然是受到伤 但是他能够是可以逃离 那帮赤简那些人是残杀 他爬出来 以至他慢慢转转地来到加拿大 后来他甚至有机会 信了主做基督徒 但是当他能够亲眼看见他自己的家人 还有很多他所见到的村民 是在他面前被杀的时候 原来这个怨恨和报复的阴影 一直埋藏在心里面 以至到他虽然做基督徒 以至他虽然回到神学院读书 他仍然是每一晚都会突然 在噩梦当中来到扎醒过来 大汗临来 当我讲到这个时间 来到和这帮村民 用这个故事来分享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我面前的一帮家长和村民 他们突然的样子很凶臣 恶杀 看着我 我想当我讲起一个 这么没生生的见证的时候 可能挑起他们 心里面埋藏在心里面 很久的一些伤痕 所以当他们听到的时候 他们很大的反应 我是不是应该转话题呢 他们会不会真的走上来 整帮打我呢 但圣灵又给我一个提醒 你要继续地说下去 所以我虽然望着一帮很凶臣恶杀的一帮柬埔寨的家长 但是我继续将我所看到的这本书和我所认识的一个柬埔寨的基督徒的故事 原来他因为他每晚都发学梦 终于他心里面很大的罪疚感 他就回到柬埔寨的地方 因为其实杀他父母的人 他是认得的 全部都是他的村民来的 所以他就回到去 他要一个一个找回这些杀他的亲人和父母的所谓的仇人 这些人听到当然很害怕 他回到来一定是报仇 所以他们就躲起来 谁知道当这个基督徒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是每个人送一本简文的圣经给他们 还有送一条友谊的颈巾Friendship scarf 他说如果耶稣都可以原谅我一个罪人 为什么我岂敢不能够原谅伤害我家人的人呢 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们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会不会是被一个赤简 这么大时代的经历里面 是背了一个很大的重大 你曾经伤害过人 或者你曾经是被人伤害 你心里面时时都坏了一个想报仇这个念头 以至到让你整个人 都是浸淫在这些的报仇或者仇恨的里面 原来耶稣是爱 耶稣是可以鼓励你将 你想报仇 你的很怨恨的思想 是可以放下 也都耶稣是说 如果你曾经犯错的时候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是死了 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 我们的罪是得射面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的耶稣 但是很奇怪 当我说到后面一部分的时候 本来是恶仪恶上 空巴巴望着我 那帮柬埔寨的父母 突然顿时 眼前的空相都变成 很磁场 很欢迎的笑容 当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还举手接受耶稣 他们还问我 什么叫永生 刚才你说的永生是为什么 我简直说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来当地的宣教士还告诉我 那天来到聚会那帮信了主的家长 是接受浸礼 做了基督徒 你说是不是神迹呢 昨天那和还时我心斗斜 心斗斜 曾流泪过 已滑过 前路将我发走 但你 伤开我心颜 若我 仰望你影中 是你 轻轻对我呼叫 我在这里 不要再探 全是恩典 你是我总听见 回开 全是你亲手 人命上每一条 全是恩典 我得与主相见 是你 令我来 轻轻改变 另外 一个赤简的战缘 让很多人 整个国家崩溃 无论是经济上 或者整个架构上崩溃 所以 他们是很穷困的 那我或者是讲 两个例子 你就会明白 他们当中 贫穷的警方是怎样 有一次 我们去到短孙的时候 当地的宣教士就说 我会拿着一架的车 带你去到一辆 很穷的社区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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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穷的 那些人 如果你喜欢 你们是可以 去 去那些 convenient store 那些店铺那里 买一些独立包装的 饼干 或者一些食物 给他们 去到 你就可以分给 这些贫穷的小孩 但是当车 去到那块地方的时候 司机就突然说 你们都不要下车 因为这些小孩 很穷的 当你下车 你一派东西的时候 他们一见到有东西 他们就会涌起来 当我涌起来的时候 我怕他们会弄到你们 那我们已经买了一些食物了 那怎么样 那他们说 那司机说 不如这样吧 你搞低我们窗的玻璃 然后在车窗那里 分派出去 那他们就不会伤到你 但是 当我想起 将一些食物由窗口 在一个车窗里 派出去的时候 让我想起 在Toronto 来Toronto 某远的地方 有一个Safari 的地方 就是我们 开着车 进去里面 将一些食物 搞低 那个车窗 就在那里 派一些食物 给动物 但我们现在 说的不是动物 我们说的 是一些有灵魂 有生命 耶稣所爱的小孩 我从小孩 我起敢 可以就这样 搞低的窗 在窗里 派一些食物 给耶稣所爱的孩子 当他们 好像一些动物 所以 所以我 站住 站住 我下车 我将所有 那些 独立包装 已经在盒子 拆出来 倒在膠袋 以至我很方便 很快地 派出去 头头派的时候 有三四个小孩 来 我在袋里 拿出去给他们 谁知 真的 话说 不足三十秒钟 我被五六七十个孩子 围着我 全村的小孩 全部涌上我 开始 他们 伸手进去 我的袋里 抢 那些 的食物 我又不懂 说他们的话 但我一手 就立刻 捏回 那个袋口 然后 我就用手洗 叫他们 你们在那里排队 你们在那里排队 用手势 来到表示的时候 开始有些 大的小孩 明白我 讲什么意思 就开始 叫小朋友 来到排队 都不用一分钟 我把袋里面 所有的食物 派了给他们 接着我 我看到 他们的背影 回回家 他们不敢 立刻吃 因为他们说 他们要拿 这些食物 回去给他们 更加贫穷的 爸爸妈妈 和小孩妹 当我听到 看到他们的背影 我心里面 很难过 他们是在毫无 选择之下 被生在 这么贫穷的 环境当中 另外有一次 宣教师 又带我们 去探访 有三婆孙 最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 五十几岁 生了病的婆婆 虽然五十几岁 但你看下去 好像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婆婆 已经经历了 很多事 另外 他有一个 二十四岁的女儿 已经离过婚 六次 另外一个大的女儿 生了一个女儿 那个孙女 那个孙女 十八岁 十八岁 但她已经离过婚 两次 所以三代的女士 他们的丈夫 已经离开了他们 被亲人 遗弃了他们 一个十八岁的孙女 和二十四岁的女儿 他们就生了一些孩子 他们带着三个 两岁都不够的 小孩子 这六婆孙 我们去探访的时候 他们根本住的地方 都不是 适合人所应该住的地方 我们到处都见到 那间屋 周围都是水探 周围都是垃圾 而且我们见到 动物和人的分别 就是这些水 上面不断飘流 三个无助的妇女 唐三个的幼童 就是妻身在一些 根本不适合 人住的地方里面 当我们晚上 我们短孙队员 是回去做debriefing的时候 连我们的男队员 一直说 一直都忍不住眼泪哭 他说不是人住的 为什么会穷成这样呢 但是最令到我们心伤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第三方面 就是那些初纪 教会就有时没有堂子 教会就当地的教会就租了 一个地方 来做他们的堂子 我们那时候就是做一个儿童营 是至少晚上九点钟才完 所以当夜晚九点钟 我们完整 收拾好东西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回到酒店 我每一次经过 在教会旁边那间屋 我都见到 已经十点钟了 九点几十点钟 为什么还有些小女孩 坐在门口里 她们每个穿得很漂亮 扮得很漂亮 我想我们都看到 在柬埔寨里面 到处都这么贫困 为什么有些小女孩 一来这么晚不睡 二来可以有这么漂亮的衣服 穿着呢 那原来后来我才明白到 当在战乱里面 他们是经历很多的贫困的时候 在大约是1991年 联合国踏入来 来做和平的使者的时候 他们当了很多军人 那当他们离开家里很久的时候 他们禁不住要去做一些寻欢 那他们找一些去嫖妓 找一些的女孩子 那当他们很 当地的人民很贫困的时候 他们发觉 原来这是一个快的方法 让他们可以赚到快钱的时候 初就是所谓的妓女的年纪 由十多二十岁 越整越降低 越整越降低 他们是在十岁以下 已经被爸爸妈妈 当时现在可能贵一点 但是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 他们说有时候他们穷到 父母穷到 他们只是以两元的美金 就将他们的女儿 卖去给初纪的妓宅里面 他们很漂亮的 他们眼睛大大 个个都轮廓很漂亮 很标志的 还有因为他们可能不够吃东西 他们很瘦的 又便宜了 如果一个嫖客 以一个很低的价钱 他们说原来十元美金 就可以包一个小孩子 你整晚怎样租资他 都可以的了 因为他们受弱 更加挑起 那些人乱和逼 那些人的心理不平衡 更加觉得他们是可以 是以强者的态度 来欺压这些 这么小的小孩子 每一晚 听到统计 是八字到接客 是八字到十个嫖客 一晚 就是说 这些小孩子 十岁以下的小孩子 他一年 是给三千几个的嫖客 来做一些性虐待 所以当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觉得当我们自己的小孩子 在加拿大 这么美丽的地方 Lunch time的时候 享受着一个薯条 和汉堡包 我们的十二点钟 是等于柬埔寨人 刚刚一个对框 就是十二点钟的时候 原来我们当着珍宝的孩子 在世界的另外一边 十二个小时 只差到他们的夜晚 是过着一些非人的生活 有一次 当我们的 因为我之前就联络到 在加拿大 有一个宣教士 他就说 他在金边 尼根边 没有多远的地方 他在那里 在那里做一些事工 那个地方原来 旧时就是金边市 里面一个旧的红灯区 但后来 因为经过掃黄了之后 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 就在那里 要了一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社区中心 每日就有两点钟 到四点钟 你举行一些儿童的活动 所以他就说 不如你抽 有一天 来探望我们的小朋友 跟他们 做一些儿童事工 于是那天 我就跟短孙队 就去这个 所谓的旧的红灯区 但现在是一个社区中心 来的 进去 我们看到 有百几二百个兽子 他们用简文 唱着圣诗 然后 我就 跟他们说 主耶稣爱你们 然后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看着他们一首 他们个个都很活泼 很可爱 他们虽然穿的衣服 不是最漂亮 他们虽然可能贫穷 但你看到他们的 一丝丝的纯真 和那个兴奋 热烈来唱这些圣诗的时候 我心里面觉得 很开心 但后来 这边的主持人问我 你几点钟离开社区 我说那个儿童节目 事工是两点至四点 所以当我们收拾东西 在四点凌钟离开 都没有什么做 原来的主持人告诉我 如果你多留一半个小时 去到四点半 你就会看到一个奇景 原来 刚才来到儿童活动那帮小孩子 当你离开了之后 那里的地区虽然素黄了 以为好像没有了技仔 其实只是变了地下工作 这些小孩子 回到他们所谓的家 其实在这些技仔里面 他们就会化上一些农装 换上一些很性感的裙子 因为那些扯皮条 就会六点钟 将他们送到酒店 逐个逐个拍门 door to door delivery 来做一些性服务 不过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当他们四点半 已经穿完衣服 化好妆的时候 于是他们就会回来 这个社区中心 玩多一会儿 原来他们之前 那个天真纯朴的样子 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后 他们化了农装 然后摆出一些 很性感的姿势 然后还在扮演 在吃一些长烟的时候 心里面很大的震撼 我跟主持人说 我刚才教那帮小孩子 四五岁五六岁而已 但是当那个主持人 给了一张照片我看的时候 他那个天真无邪的样子 还在我脑海里面 我想都想不到 原来在半个小时之内 那些扯皮条 将它变成一个小妖精 那张照片之前和之后 令我很震撼 我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为什么他们会将一个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又将它送到酒店里 逐个拍门 door to door delivery 给一些嫖客呢 当地的工作者就告诉我们 原来他每一晚就和这些小孩 打支兴奋劑 以至到他可以由六点钟 一直是接客 接八到十个嫖客 一直到夜晚半夜三点钟 然后到三点钟 他们要从酒店的房间里面 接回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约力 有些可能未过 他还有一些兴奋劑 在他们的体内 所以他们又和他们 打支镇静劑 以至他们安静下来 然后顺手就将他们 带回到记者里面 推他们在地上 那就沉睡到明天 如果他们能够 合时醒来的 到第二天的两点钟 到四点钟 他们就又回到社区中心 来到参加第二天的 儿童活动 整个程序就是不断不断 重复 十岁都不够 为什么这么邪恶 事会在他们当中来发生 我想起的就好像 我们小时候就经常见到 有一只猴子的玩具 是打茶茶的 当我们一turn那个on 按着的键 那只猴子就打茶茶 当我们关着的键 那只猴子就不打茶茶 原来这些五六岁的小女孩 就被这些扯皮条 变作是好像一只 打茶茶的猴子 我要你on 我就跟你打支 兴奋劑 我要你off 我就跟你打支 兴奋劑 当如果他们明天 醒不到的时候 因为有时是约力过程 摸摸鼻角 哦 原来已经没了生命 那又少了一条 小小的生命 在地球里面 心里面很难过 但是 我们知道 有希望吗 这么黑暗的地方 有希望吗 我告诉你 是有希望的 你会好忘记我 你会好忘记我 你要我不血再留几多 你会好忘记我 你会好忘记我 我抱怨已为你留肝 我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们加拿大的另外一边 温哥华 有一个人叫做 Brian McConaughey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就是因为 曾经去过柬埔寨 他是一个RCMP来的 他是一个拆弹专家来的 他去到看 他是一个forensic scientist 他去到那里来做一些研究 当他看到那里的小孩 是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 于是他回来 就成立了一个机构 是专门帮助策款 帮助当地的柬埔寨的人 来重建他们的社区 就话说在十几年前 因为他去一只RCMP那里工作 有一个人叫Donald Baker 他不单只是和一些妓女 发生性关系 他还虐待他们 abuse他们 以至警察就去拉他 当他拉他的时候 他们进到他的屋里 就找他屋里面有什么证据 就找到一些的当时的VHS的录影带 当这些录影带 他们拿回去看的时候 原来这个Donald Baker 他不单只是在加拿大里 那里嫖妓和虐待这些妓女 他还去到东南亚的地方 来到跟一些很小的孩子 来做一些很不恰当的性行为 那么他在录影带那里 他是见到他同时跟七个 十岁以下很小的小孩 同时轮流的发生性关系 但是很有趣 他就请其中的小孩 就爱的录影机 来录影 他这些过程 那小孩可能觉得很有趣 当是一个玩具 还拍摄房间的墙 其他的标志 拍了下去 当他们收集到这些证据的时候 因为Brian McConaughey 他在柬埔寨岛 每一年都回到去 他看下去就认得到 这些应该是柬埔寨的兽子 他很想把Donald Baker 是刑之于法 但是要讲人证 物证 地点 当他想的时候 我怎样可以知道 他在哪里能够扮案 但原来神是很公平的 那晚就是当日看完这个VHS的带 他有个photographic memory 就是他记得很清楚 他那晚回到家 因为太太就约了一帮女朋友 回到家里开会 他说一帮女士这么多人在 不如我去我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吃饭 当他去到那个朋友家里吃饭的时候 他就作了电视 刚刚电视就播映着CBC电台 一个特辑 那个特辑原来就是 他们去到东南亚的地方 是特别讲关于初纪这些问题 当他在那里看的时候 突然他看到 原来他们有一个房间 他说叫pink room 粉红色的房间 那个pink room 原来就是嫖客 如果是肯舍得给多些钱 他们就可以买一个小孩子的初夜 那个房子好像贵宾房 所以叫粉红色的房 当Brian McConaughey 是看这个CBC电台的特辑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这个粉红色的房间 跟他日头 在那个 收集中证据 在这个VHS的带里面 所看到那个房间 是很相似 还有因为他是一个 Forensic Scientist 他懂得看原来 墙上面的一些 骚髒的痕迹 他于是 就可以将这些 跟他日头 在VHS上所看到的 一些证据来作比较 原来是一模一样 但因为电视台 他们做事的 就很精密的 他们去到哪个地方 拍制过什么 哪个镜头 在哪里拍的 他们记录得清清楚楚 于是 Brian就立刻打电话 给电台 就问他们 你拍这个镜头的时候 在哪个地方 是什么时候拍的 于是他就能够 就是很准确地找回那个房 他就可以 是将每一个的证据 墙上面所编排的 一些明星的相片 甚至他写的日子 墙上面一些 这些骚髒的痕迹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所以他就可以确定 原来那间房 就是Donald Baker 他跟七个的女孩 来到互运 那时候的样子 那一块准确的地方 于是就可以将 Donald Baker 是承之于法 判了他入獄 是几年 来到 装为他的一个 的懲罰 就是你想想 是有得 几多的 机会 就拍着CBC电台 又是刚刚这么巧 又是拍着 那个房间 真的有那么多 刚刚 原来神 是掌决 他是 看见 这些任何一切的时候 他是会发一些疑怒 以至到将整个 一宗的案件 是将这个Donald Baker 承之于法 刚才说的三方面 他们遇到贫穷 成人 心里面又肝硬 甚至我们见到这些 小到五六岁的小女儿 她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同样 都是成为初纪 我们说 这么黑暗的地方 他们又拜邪灵 他们又不信神 有希望吗 我告诉你 是有希望的 我所接触的 在刑会里面 这群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 他们很开心的 当我们到刑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买了 我们尽量给他们吃 二来我们 我们的姐妹很怕胖的 于是我们说 不要吃了 不要吃了 真的让给他们 还有他们也没吃过 但谁知道 有一个小女儿 她看到 我们没有蛋糕 她就跟着走来 从她自己 从来没吃过蛋糕 她拿着叉 匹一匹 塞进我们的口里面 接着拿同一匹 又匹第二匹 塞进第二个队员的口里面 有时候我都看着 都不知道 吃好还是不吃好 但是看着 她这么热诚的态度 于是我们 七个队员那次 七个都 大家分享了口水 一个一个 这样喂我们吃 但当喂完我们之后 她怎么样 她那块很小的蛋糕 一口都没有 分给我们 这个小女儿 那个心事的细微 我们看到 我们很感动 原来 她那个纯洁无私的心 就是反而给我们成人 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怪不得主耶稣说 若不像小孩子的 就不可以进天国 另外一次 就是他们没吃过雪糕 冰其林 所以营会有一次很热 我们有二百多个小孩 有一百个年轻人 我们就去买了每人一杯 那些莲花杯 是给他们吃 他们都见到很开心 但是呢 因为有个小孩很小 拿着雪糕莲花杯 她都不知道 从何入手 因为我们将营会里面 我们分为有十组 每一组 我们分派一些年轻人 是做组长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十几岁 她就见到 在她队里面的一个小女儿 是不知道 如何去披 这些雪糕吃的时候 她就用了 差不多成十分钟的时间 一口一口的喂她吃 当喂完她之后 过了十分钟 在柬埔寨 三十几度的高温的地方 你可以想一下 一个年轻人的雪糕变成什么 可能已经融化成 一些的milk shake奶色 对于我们加拿大的小孩来说 没什么所谓的 今次雪糕融了 下次再吃 但是对于一个 从来没尝试过 雪糕的滋味是怎么样的 一个年轻人来说 她也都不知道 何时再有机会能够吃 这杯没吃过的雪糕 这些就叫做牺牲的爱 他们很流行那些French bread 一条很长的那些硬猪仔包 我们知道他们穷 他们没有早餐 于是我们就分一些 一条条的面包给他们做早餐 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走过来 她见到以为我们没得吃 于是就将她自己手上的猪仔包 递给我们一个短孙队员 我们又不懂得说他们的话 我们唯有微微嘴笑 就是说不用了 就是傻手拧头 就是行了 你吃吧 怎么知道那些小女孩 就将她那个猪仔包 就分了 撕开了做两半 但是小女孩撕得不好 就一半大 一半小 我们看着那些小女孩 去望一下 去将大一点那边的面包 再一次递给我们的短孙队员 叫她你吃吧 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很感动 原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穷 但是他们心里面是很活泼 很开心 和很仁慈的 我们完了营会之后 我们有一个检讨会 因为他们是我们中间所训练的一些小领袖 每次我们去到 我们是会用头那两个时间 训练这些青年的领袖仔 由第三第四天 我们就做这个儿童营 就请这些领袖仔 帮我们来到照顾 这二百多个的兽子 儿童营里面 当营会员总 我们做一些检讨 分享会里面的一首 我就挑战这一班的年青人 这班所谓的小导师 我问你们愿不愿意 是伟生的培育下一代的兽子 教导这些兽子 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以至他们能够成为 柬埔寨的明日的主角 这些年青人 当我们来到分享兽 他们一边留着泪 一边承诺说 我愿意 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国家 当我走了之后 孙教士就写一顺例告诉我们 原来这一班的小导师 这一班的年青人 每一天天亮的时候 六点钟 他们就回去在教会门口 来到集合 来到就为他们的国家祈祷 但是呢 他们越旗就越火热 越来就越发觉 不够时间了 于是呢 他们就尝试 不是六点钟回去 就五点半回去 怎么知道他们回去五点半 祈祷之后 又觉得时间不够 于是第一天 他们五点钟回去 直到他们四点几钟就起床 回去这个祖土会 然后才上学上班 他们的众星不住 连孙教士都心痛 说你们年青人 你们应该要睡多些 你们不要四点钟起床 来祈祷 我们看到的时候 是他们对国家的爱心 和热心 当我们看着这班 这么有热成 这么饥渴无疑的年青人 下一代的时候 我再次肯定说 在人不能 在主 凡事都能 也都在有一次的青年营 那份年营里面结束之前 我记得要是我们第三年去 那时候是有四十五个小孩 是参加一个训练营的 我信心少 但是我都说我尝试一下 跟他们作出奉献的时候 一个呼召 然后就请 就是一边唱着 Hennelly 就请他们出来 我简直是眼睛是增大 四十五个年青人 全部站出来 那我想 我信心少 我说不可能的 要么就是我说得不清楚 什么叫做全时间奉献 要么就是他们 不太明白我说什么 于是我请了他们 麻烦你们全部 回到位置 我重新再说一次 什么叫做全时间奉献 我也都告诉他们 当全时间奉献的时候 不是你想象中 那么灿烂 那么美丽的 我再给多一次激励 回来 如果你真的愿意 全时间奉献的时候 我请你出来 然后站在我后面 我知道你真的是 全时间奉献那一批 谁知道 当他们一直唱着Hennelly 笑我猜我 直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里面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都流着眼泪 四十五个 一个一个出生来 站在我后面 我看见这些年青人 愿意在神的面前 作出毁身的承诺的时候 我看见他们 这帮热血爱主的生命 如何愿意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短孙队的队员都自愧不愿 我们感谢神 在天国里面 又增多了四十几个的精兵 我们兴奋快乐 我们兴奋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看到原来在柬埔寨 无论兽子和年轻人 都是有一个希望的时候 神除了刚才我说Donald Baker 那个公义可以是彰显的时候 神你是否看着这帮的孩子呢 但是很有趣 当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初纪 那个旧红灯区里 第二次再探这帮兽子的时候 当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那个带我们去那位的staff 他说请你进去做儿童的事工 我要去隔两三间屋旁边那里 我要今天签纸买了那个地方 原来隔两三间屋那里 有一个都挺漂亮 是挺高的一座建筑物 原来头头那些的扯皮条那些的忌员 是建了一间很漂亮的所谓VIP 专专专业给那些高级的嫖客 是去那里当作度假酒店 但是就因为掃黄之后 他们去到一半就被掃黄 以至于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那天跟我们去这个旧的红灯区的时候 他是可以把这块的地方买下来 叫做centry centry就是说 是当是神一个敬拜一个殿 然后将它变成一个基教的中心 教当地的孩子 是车衫 讲英文 讲国语 和一些日常生活的技能 做饼 以至到他们不需要再靠我们的肉体 来赚钱 也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到是敬拜神 其实所以很讽刺的 本来是用来建一个VIP一个resort 给那些嫖客来虐待孩子 神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完美的 一个敬拜神的一个centry 如果你看到照片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个是似教会 是多过似一个妓院的 但是这个外学 已经是当初他们建妓院的时候 而已经有那些落地玻璃 那些已经是在那里了 你说神奇奇妙 原来已经预备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在一个这么黑暗的地方里面 成为他的灯台 成为他的一个殿 我们深信 原来神是当中掌权 所以当他们这帮年轻人 他们唱出为柬埔寨 祷告这一首的圣诗一首 他说我们没有国歌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我们每一次唱真 为柬埔寨祈祷 他们就一边摸着心 一边举起手来哭 我说哇 神原来是很奇妙 很大能的 神也是上上的与我们同在 有一次我们是做一个四日的营会 因为我已经去了六年七年 我每一次都有训练这帮年轻人 所以我就很想让他们试下独立 做一个儿童营 所以我们没去之前 我们第一二日营是做青年领袖训练营 第三第四日是做儿童营 然后第五日 我是要他们这帮年轻人 去另外一个偏远的地方 是帮一百个孩子来做一个儿童营 当我们去到 因为我们本身第三第四日 那个儿童营里面 有五十个小孩 我们要将他带回家 那就顺路 只不过去第五日 那条好偏僻的村里 做完那个儿童营 我们就带回二五十个小孩走 又有十几个年轻人 去到做这个儿童营 当我们坐着一个大巴士 加上我们十几人的短孙队 我们去到的时候 他们那天在做儿童营 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都很开心 到五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说要够钟了 我们要走了 因为天黑 那个地方有很多巴椒园 有很多的巴椒树 所以我们怕迷失 所以我们要走了 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跟司机说 不要迷失路 不是就很大件事 谁知道那司机真的当失了路 因为一排的巴椒树 排排都差不多 他进了一条那里 去到盡头那里 他才知道原来那里 不是条路来的 但是一格的大巴士 是不可以做三 point turn 调头的 所以他唯有向后 退大巴士 向后退 退回到外面 然后找另一条路 所以可以看着右手边 车外面的倒后镜 因为我们整车坐了五十个小孩 坐了十几个年轻人 和我们十几个点算队员 那些东西塞到 前面的倒后镜 是看不通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他只可以靠右手边 车身右手边的倒后镜 来向后退 那谁知道呢 都是向后退的时候 其中一个巴销树的树干 跌了下来 掃歪了我们那个倒后镜 于是那个司机就要下车 来到想教好那个倒后镜 谁知道发觉 巴士的门锁了 原来在巴士的车身外面 有个紧急按针 是可以把整个车锁住 原来那个巴销树的树干 不单止掃歪了我们的镜 还掃了那个按针 将我们全部锁在车上 你锁了车 我们就开不了巴士车的门 就不可以转到后镜 不转到后镜 我们就不可以向车向后退 于是我们很害怕 因为那里很偏远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 虽然有手电 也不知道手电通不通到 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在那里 已经开始五点半 开始天黑了 整车有五十个小孩 就算有一个小孩 走过来跟我说 Pastor Teresa 我要去PiPi 去厕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锁了一个车 但是当我在那里 连我做一个传道人 我都在那里有些惊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过去那四天里面的刑会里面 我们就教导摩西过红海 和那十灾的事 每一次 每一灾我讲 每一灾的故事 给那些小孩听一下 我就要跟他们说 有神同在 不要举怕 我说有神同在 他们大声回应 不要举怕 每一次都是这样 十灾完全 过红海的时候 我们说也是这样 谁知道到一个真实警方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 黑漆漆 我们怎么出回去 都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突然 传车的小孩 突然叫一句的口号 有神同在 不要举怕 有神同在 不要举怕 以一个老师 以一个牧者 你讲完那篇道 讲完那个故事 小孩或者听的 能够明白 已经是很好 但他们不单止明白 还可以是消化了之后 能够跟着 用回来 鼓励你的时候 哇 你真的很感动 当我 刚刚预备说 对啊 有神与我们同在 不如我们一起的祈祷 但我都没开始 这么说的时候 突然 我经历到一个神 默默望到的 范围以内 我都见不到 有任何人 任何的屋 突然 当那些小孩说 有神同在 不要举怕 叫完这句 口号之后 在司机的车窗外面 站了有一对的男女 年轻的男女 是柬埔寨人 他用范围就问 你做什么事 需不需要有什么 的帮手 那司机就说 有啊有啊 我有条铰匙 我给你一条铰匙 麻烦你去另外一边 开回车身 那个车门 那他真的走到另外一边 开回车门 那我们就可以 转转给 然后我们可以退口 出去找回我们要走的路 那接着那队的青年人就问我们 我们是本地人 你需不需要有其他的帮忙 那司机就说 是的 其实我们不能认得这条路的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 回到那条正路里 那他说可以的 因为我是做领导 我坐在前面第一行 所以在很大的巴士 挡风玻璃那里 我看得很清楚 这里的年轻人 他们坐着一间 单车还是电单车 总而是一部的车 男的是穿着一件白衣服 女的是穿着一件全红色 完全没有发明 全红色的一件上衣 突然神在我耳边跟我说 Teresa 刚才你不是刚刚教完 那些小孩讲摩西的故事 说云柱火柱 带领一帮以色列人 来到经过那个抗野 经过红海走出去 你想想在五点半钟 这么晚这么偏僻的地方 怎么会无端端 是有一对的年轻的人 年轻夫妇或者是朋友 是站在那里帮助你们 你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这个是神的神迹 我再让你看清楚 白色的戏衣就是一条红柱 红色的女士那件上衣就是火柱 是神派使者来带领你们出一条公路 我答应过你们说 有神同在 不要巨怕 如果神 是同意你的孩子 和我们短孙队同在的时候 而这帮的孩子 这帮年轻人 有这么热心 来爱他们的国家的时候 柬埔寨是有希望的 那你问我们怎么做 我们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小耶稣 是爱的发生 去到这些孩子当中 当有一次我们的短孙 完了之后 有一个孩子摸着我们 一个短孙 男队员的肚子 摸一下摸一下 然后跟着用简语 担高头地问他 Are you Jesus? 你是否主耶稣? 那我们有整班笑 我们说 你比较圣诞老人多一点 怎样比较耶稣? 但当我们回到酒店 我们做debriefing的时候 我们说是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将神的救恩 和神的爱 来和这些人的分享 我们就是耶稣的发生 还有当我们去探访 这些宣教士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很怕阻止他们 又要带我们去吃东西 又要和我们预备 我们做儿童营 一些东西的准备功夫 我们不好意思搞到你们 但是那对宣教的夫妇 跟我们说 其实你们来到我们当中 你们的关怀和你们的讨告 就是我们这一帮前线的战士 的强心劑 你们一个充心的问候 或者一些简单的事工配搭 就能够让我们知道 是神派你们来 我们当中是神的使者 让我们祝福我们这帮 觉得又孤单又疲乏 这帮属灵的用事 我们要将这些的 所看到所听到的 回来和我们更多的 更多大兄姊妹 甚至有一次 我在香港读研了短孙 有香港教会 请我去做他们的培训 和港导 我就去和他们分享 我所见到这些事的时候 原来连香港 那么近的地方 他们都从来不知道 在柬埔寨 是发生着 那么多的事情 他们感动到 有些人哭 感动到 那个 senior pastor 我讲完 然后冲上台 说 我们决定将 我们今天所收的 全部奉献 捐给柬埔寨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我们看到 原来 我们回来 我们不只是去短孙 自己有好处的经历 他们的需要 是和他们分享 和众人来分享 我们都要为他们祈祷 所以当我们追问 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面 神在哪里的时候 神人的时候会反问我 Teresa 我早就已经在柬埔寨 或者去很多黑暗的国家里面 为什么你这么迟先来 我一早已经在 神是会与他们同在 所以最后我结束 我想用这一段的经文 来到是鼓励大家 二冲亚书六十章 第一照第二节 作为对神 我们一个的承诺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 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吸谦卑的人 画作传福音 吸贫穷的人 猜欠我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佬的德释坊 被囚的出监路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被爱敌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想千百万人流落 有一色身处下暗中心不见过 有一色灯扎扣全未见公文 也有人终想迷茫 我想想收割路要犯众 我想想去当葬家修的不见多 马奇顿呼声 马奇顿呼声 愿让我听见 我奉你命作烟作光 终一生去书扬 主的恩典作为 把证你宣告 被老会得赐方 恳请打发工人 为你作工 我在这旅程猜欠我 我们很感谢Theresa 汤邱佩华博士 与我们长进去讲解了 她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去过柬埔寨 有这么多次 对这个地方里面的了解 因着赤简的战争势例 令到这个国家面对极度的贫穷 也因为贫穷 就引发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 不过今天 Theresa和一帮的义工 和很多不同的群体 他们都去到柬埔寨 来到去参与 去重建这个国家 去叫这个国家 看到有未来 而未来就是在神的手里面 我深信 这帮在柬埔寨的年轻人 他们为他们国家的祈祷 会为这个国家带来改变 听众朋友 不知道大家听到Theresa的分享 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 每一个人的价值 在神的眼里面 都看为宝贵的 好 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能源上帝赐福给大家 如果你想知道 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 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单凭艺术 如何判断丑惑味 但是人生有祂 就必定有真善美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 永远不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